欢迎您的声音发起响 我是安又齐 中二选区的补选媒体人再报 严宽恒根本就是住在台中 七期的豪宅里头 骗很大 这个是当杀戮人笨瓜 还是当台中海鲜人傻蛋呢 不过下午呢 严宽恒很快的以自制影片反击 要媒体人爆料之前先做好功课 那这个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而且呢 就在这个民进党的参选人林静怡 抢得投降登记参选之后 这个严宽恒阵营呢 也对外放话 说呢严家不确战不拒战 严宽恒19号就会来登记参选了 那为什么要等到19号呢 这个严宽恒阵营更呛哦 说啊 为的就是让绿营名嘴多讲个三天 然后呢 再来提告 这个反正呢 不需要那么早就用到 刑期长达五年的意图使人不当选 所以看起来严宽恒阵营 是要全面开战了吗 那这开战下去后续对选情 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不过呢 讲到对选情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哦 台中市的治安最近真的很有事哦 现在这把火呢 也烧到了台中市长卢秀燕的身上 而台中市的治安问题又会不会为补选来添加柴火呢 好另外呢 则是看到啊 拜习今天一大早呢进行的视讯峰会 全球关注 而且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 几乎都集中在台海的情势 还有台湾的安全议题上 那关于这个台海的情势 还有台湾的议题 双方如何表态呢 不过今天这一场拜协峰会呢 哇习近平一开口呢 就称呼拜登老朋友啊 只是这张温情牌 对拜登来讲 真的有效吗 好先为你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体员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林巨蟹 各位观众好 以及国民党青年团前团长田方伦 各位好我是田方伦 资深圳记者中年华 右期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陈东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修米宽 右期好大家好 好我们当然还是来关心 中二选区的这个补选 哇严家怎么又有争议了 又在呼隆选民吗 好我们来看 这个严家的这个前世讲不完 最新的爆料呢 就是有媒体员报送了 哈严宽恒平常竟然是住在台中 七旗的这个豪宅里头吗 好这个是这个媒体的这个爆料 事实上呢之前 这个有台东升新闻 其实也曾经有过这个报道了 说呢确实这个严家呢 是住在台中的这个七旗豪宅里头 而这个苹果日报更报道 说严清彪的大房黄美贵 就是严宽恒的母亲呢 就住在台中七旗 二房侯丽娟也是严利明 等四个人的母亲呢 则是跟严清彪住在杀戮的豪宅里头 可是呢媒体都有报道 但是严宽恒呢 这个下午的时候 却做了一支影片呢 反击 说媒体人要爆料 请先做好功课 查好资料 他说他的小朋友呢 国高中的时候呢 是住在七旗没错 可是毕业之后就搬回杀戮了 而他本人呢 则是从小学到大学 都是住在杀戮啊 而且呢这个讲到严宽恒呢 严宽恒现在被网友大酸了 是真是被政治耽误的理财专家呀 因为呢这个严宽恒在109年1月 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资料里面呢 夫妻两人名下的土地就有66笔哦 当中的贱物有19笔哦 而媒体人这个陈高超呢 更这个大赞这个严宽恒哦 哇这个理财有道啊 他说呢严宽恒的这个19笔的贱物 都是法拍取得的 而且都是二拍三拍才出手的 利润最高可以到达20%哦 他说很多理财专家是地产王 要当法拍王那真不容易呀 那另外呢则是来看哦 这个严宽恒的这个策略呢 他们说呢现在这个严宽恒19号 就要来登记参选了 为什么要等到这个19号呢 好这个严宽恒说哦 接下来呢可能要打法律战哦 他说因为他早就跟他爸爸 言亲彪讲过很多次了 有妈祖慈悲心很好 可是慈悲无用啊 也呼吁外卸 不要一直把地方派系挂嘴里 变成抹黑的这个借口哦 而且青年人士呢讲话也很翘 所以严家呢不畏战也不拒战 严宽恒19号才会去登记没错 因为不用那么早适用 星期五年的意图使人不当选哦 就让青绿名嘴多讲个三天没关系 反正三天过后就会委托律师哦 以意图使人不当选来提告 以送指棒啊 看来要全面开战了吗 但是呢另一方面呢 严宽恒呢却使出这个 两面手法打杯琴牌吗 因为严宽恒说 媒体啊好像在我房间装了摄影机一样 好险我孙女才八岁 不然呢也会变成讨论的对象哦 那国民党新北市议员业员之则说 严宽恒的钱呢也不全是爸爸给的啦 他有做过工人哦 还开过餐厅跟建设公司 哎他曾经有自己想办法要赚钱呢 所以还真是个努力代付还债的孝子妈 好另外呢这个严家往事报不完哦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对选情到底有没有伤 但是我们来看到青岚这个资深媒体人伟安呢 他的分析是对中二选民来说 一黑道有危害相理吗 二谁不欠银行钱啊 三服务承诺没有做到吗 所以他认为呢绿营只赚到声量哦 只是叫好不叫做 可是呢按照台湾议体研究中心 这个网络大数据的这个分析哦 他说呢现在因为各种黑历史都被翻出来了 所以严宽恒的这个声量呢是负面居多 而且严家的背景又刚刚好能够引发网友的公民 成为空战的这个素材 所以呢严宽恒的声量不但远远落后给这个林静怡 而且呢已经落后了还负面声量居多 而且呢这个最擅长打陆战的这个严家 现在还有一个隐忧 就是红派的大佬林敏林现在呢 辞掉了台中市党部主委他不想干了 而且呢还选在延环恒宣布参选当天来请辞 那就是这外传说不想让朱立伦收割成果之外呢 如果严家没有办法及时整合红黑派系的话 当然呢这个严家最擅长的陆战能力就会大大的受到影响嘛 不过还是问一下这个东豪啦 你怎么看这个清兰自身媒体人伟安的说法 他说你要用在地的眼光来看中俄区的这个选民啊 这样打下去打这些严家的往事 当地的人早就知道了根本没有伤真的吗 当地的选民是不是都知道未必 我直接跟你讲未必 海线的可能知道多一点 雾风跟雾日的可能就知道少一点 那至于说谁欠银行钱 谁都因为我们都要跟银行借钱买房子啊 可是我没有能力买法拍 我没有能力买法拍屋 而且法拍眼睛要很精准 我没有能力 我绝对没有 我说起来很惭愧不要讲没有能力了 快五十几岁了 再过几年就要六字头了 我没有能力住七期 哪怕是七期的边边我都摸不到 我真的没有这个能力 但我也有一件事我也做不到 就是如果我爸爸欠钱 破产 家里的老房子 起给储要被银行拍卖 如果发生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家有 我爸爸小孩子好几个 我们大概不会让那个房子被拍卖 一定想办法先把房子 把银行还掉 对 看怎么还钱 你知道房子被拍卖 是很丢脸的事情 我讲的是一般人的心情 对 我哪有栽调 栽调去借银行 向银行借个一亿多了 我哪有栽调 银行穿款有个两亿了 我们没有这个本事 真的没有这个本事 开公司我们也没有能力 谁有这个本事 有几个人有这个本事 声量不等于选票 没错 叫好不等于叫做 没错 中二选区 这个选区一直在变化 我们一直喜欢讲 2013年开始 你看得到那个变化 颜家强不强 当然强 你说颜家 因为颜千彪做兄弟 他在地方上没有耕耘吗 当然不是这样子 我们在看颜家的时候 不是说他一无四处 不是说他鱼肉相鸣 不是 颜家是什么 就以前 因为总统跟立委一起选 没有人会专门去谈颜家 我如果那个时候 专门去谈颜家 那叫什么 针对颜家 谁会去等这个麻烦 这次因为补选 对手就两个 对 如果不是颜家 那一席就是奉送给民进党 我们在看颜家的时候 不是说他一无四处 不是说他鱼肉相鸣 不是 颜家是什么 就以前 因为总统跟立委一起选 没有人会专门去谈颜家 我如果那个时候 专门去谈颜家 那叫什么 针对颜家 谁会去等这个麻烦 这次因为补选 对手就两个 对 如果不是颜家 那一席就是奉送给民进党 现在对手就是两个 林静怡跟 跟这个颜宽恒 当然会 锁在颜家 因为颜家故事多嘛 当那个时候在讲 3Q的那些 那些糗事的时候 自然补选 就是换颜家被讲 天经地义 因果循环嘛 这没什么好讲的 那只有一件事情啊 50天 颜家的故事讲得完吗 50天 颜家的故事你会听腻的吗 50天 颜家会不会在这个过程中犯错 同样的 对 50天 民进党犯错 林静怡犯错也会扣分 在50天 你把它当预言也可以的 现在怎么知道50天以后谁赢谁输 看台湾高铁 看台铁 在早上第一刻可以投票的时候 你看到 有没有年轻的面孔 如果有的话 对颜家大不利 好回过来 那这个跟我们在谈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 讲故事听故事 就是属于空战 因为颜家没办法解释这些事情 为什么 因为颜亲彪打电话给我 他跟我 他第一个 他是澄清一件事情 因为我说错 我可能应该是说错了一件事情 也跟高铁有关 你知道全台湾高铁站 只有台中高铁站 是有两种计程车 其他每个高铁站就有一家计程车 我那天讲说另外一家是跟颜家 能够在台中高铁 这边合法载客 是因为颜亲彪的关系 颜亲彪打电话来 跟我讲说 那件事情跟他无关 第二件事情就是讲他跟陈梦生的事情 就以前他们是好朋友 后来为什么翻脸 那他们因为彼此之间的相互投资的事情太多 说实在的外人很难理解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颜家除了欠银行 颜亲彪除了他自己个人欠了银行1.9亿之外 你还知道法院裁定的陈梦生 有一个6千万的债权 然后陈梦生在跟其他股东打官司的时候 又去讲颜亲彪有一个7千万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 陈梦生讲的就一定是对吗 不一定 因为他只是在法院上他的证实 但是法院有没有同意 陈梦生有一个6千万的债权 那是个事实 好 那这跟颜宽人的选举有什么关系 因为那些事情都是跟土地有关 你可以说他投资房地产 你也可以说他是草地平 颜家城也土地 败也土地 我为什么这么讲 这个就会涉及到所谓的这个地方上 中卧选区的选民怎么看 颜家以前那个时候跟陈梦生合作 在杀戮 投资那个 不要讲 不要讲再讲 不要用草地平 就是说投资房地产 后来没有成功 那投资另外一块 我们现在在法院讲的6千万 那是另外一笔 那时候为什么投资不起来 你在海线炒房地产 在那个年代民国九十几年 九十几年的时候 那个成功几率很小 那个时候台中要炒房地产 炒房地产要炒哪里 要炒 那个时候当时要台中县 你要台中市 后来连台中市炒房地产都看 亚洲金融风暴 台湾倒的一批就叫建商 大杜山有一段时间废墟一堆 颜家那时候就碰房地产 就政治嘛 就是县市议长嘛 政长嘛 民意代表嘛 所以还才有那个笑话 连隔壁的彰化线现场 都看到在股东名单里面 连彰化都跑来海线炒 那个年代里面 你去碰你就去赔钱 赔钱到最后结果怎么样 股东之间财务纠纷 然后银行负债 房子土地开始被扣押 所以我后来才知道 盐金标的立委 居然被扣三分之一的薪水 好 那现在 盐家有没有起来 这几年 盐关城盖房子在沙路赚了不少 好 关键字叫沙路 盐金标在沙路买土地的时候 为什么会赔 为什么现在会赚 中科 中二高 台中港 台中港不是靠港务 风力发电带来了大量的就会机会 还有什么 林佳隆招商来了一个凹累啊 那人家是不是只有这样子呢 如果只是盖房子的话不是 还有很多开发案 那些开发案在哪里 有的就在乌日 现在有没有继续碰下去我不知道 可是你要知道在地这个观念很好玩 以乌日 因为看到高铁 看到高铁站 所有人都知道乌日会有发展 所以有钱的人都想去乌日买块地 干嘛 搞变更 搞重画 搞土地开发 在地的就是作为当地人 其实耳朵很零 那种耳语传得非常快 韦安文觉得他不熟悉中二选区 这里面只有一句话 严家不是因为他严亲不要当过兄弟不是 所以你长期经营下来的印象是什么 你的服务 跟土地 跟这些 有加分有减分 加总之后你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好 那对民进党对林静怡来讲 这些 你要你能不能打败严家 关键看哪里 其实还会回过回过来像2020年一样 他靠高投票率 你要高投票率就注定一个结果 你的空战要打得很凶 那刚好 严家的故事又很多 所以严家一定怎么样 尽量不回应 因为你每回应 只要一回应错 你就会惹麻烦 我就讲他这个 他讲他妈妈这个事情 住七期 我讲说 他买七期的时候才几岁 你去算一下 他是哪 2007 200几年买的 03 03年买的 那个是2003年 距离现在多久 对 20几岁的颜宽衡 我们实在是太喊蛮了 我们二十几岁的时候 还在当兵 刚出社会 一个月 领个三万块的薪水 所以大家看他都很羡慕 对不对 来问一下这个俊献 俊献你怎么看 颜宽他有解释 他说媒体也没做功课 他说他小朋友 国高中时住七期 毕业后已经搬回杀戮了 本人从小学到大学 都一直住在杀戮啊 而且呢 这个家里头有钱 能够买 在七期买个豪宅 有问题吗 有这个不行吗 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这小孩住七期 这比本人住七期还困难 你可以想想 小孩子在那么好的环境 长大 这个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我前上礼拜 我说这个选举 就中国补选 严家这场选举跟2014年的 连胜文越来越像 那时候连胜文 不是被爆说住在地堡 对 他也是装得很可怜 哈哈 那现在也是 好可怜哦 现在呢 眼光很被爆了 他坐在七期 但不管 谁坐在七期 能够在七期有房子 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全台湾的房地产界都知道 大概双北以外 最贵的房子大概就在七期 可以说是台中最精华的地区 那么有财力是最基本的 才可以住得起嘛 那你怎么赚钱 其实那是你的本事 一般大家关心的是 那你靠什么赚钱 但是大家最不满的 就是你明明很有錢 还要装得很可怜 我们一般人 第一个当然讨厌说谎 那更讨厌的是敢争笑 这个就是我讲的所谓 相对剝奪感 那年轻人可以比一比啊 袁跨宏说 那个又言之说 袁跨宏不是全他爸爸给他钱的 他也开过餐厅 做过工人 建设的公司 那又言之不愧是民进党之友 但你上次在帮他解释嘛 一般年轻人也很想赚钱啊 那一般年轻人有这样的机会吗 做工人啊 开建设公司 开餐厅 这谈何容易啊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当时袁跨宏怎么去攻击陈柏伟 又言之说 袁跨宏不是全他爸爸给他钱的 他也开过餐厅 做过工人 建设公司 一而言之不愧是民进党之友 但你上次在帮他解释嘛 一般年轻人也很想赚钱啊 那一般年轻人有这样的机会吗 做工人啊 开建设公司 开餐厅 这谈何容易啊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当时袁跨怎么去攻击陈柏伟 陈柏伟也被打过 袁跨把陈柏伟形容说 他当了立委以后就变得很有钱 就报复 就很有钱 对 其实陈柏伟就开一台国产车 就一间小公寓 坦白讲喔 陈柏伟如果出社会十几年喔 有这样的财产喔 基本上 也不算很成功的年轻人 几乎可以讲难听一点是这样子 像陈柏伟这样的年轻人喔 全台湾大概数不完啦 大概好几百万的人 但现在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是严加把他们自己家族拖入这个战场 你当时怎么去形容陈柏伟的 现在大家当然对你们家族更有趣啦 沿逛他的有一位媒体人爆料的 财产申报66笔土地 大家知道什么叫财产申报吗 我也要财产申报 政府有规定什么样的人必须财产申报 财产申报就是有很多种 其中一个不动产 不动产喔 土地你必须申报什么 土地的地号 然后呢 土地的大小面积 然后你的取得原因 比如说你是购买啦 继承啦或者霸占 我不知道 然后就是取得的日期 还有呢 就是取得的价格 通常我们写那个大概 一两分钟就写了 能够六十六笔要写多久你知道吗 他说其中好几笔喔 人家加起来还比不上别人一笔 但是总共六十六笔 加起来应该还是很多吧 六十六笔 如果那个标准的申报页 他大概算一算大概八笔 他可能抓一抓 一般的很难超过八笔 所以他好像硬八架 这个要写八页 这个当然不是普通人 房子就有十九笔 土地十九笔 建物有十九笔 哇 这个都是顶级成功的年轻人 对 所以就不用装嘛 我是觉得他现在这个战略 基本上就是在 让了解的人 看到的人越来越生气嘛 对 就是说你明明很有权 而且那个也要争取 尤其那个陈高超先生 又提到了 他说他的十九笔的建物 很多是法拍的 对 二拍三拍才取得 要知道法拍其实也有 也有某些他的 每个 如果这笔房子有谁要 通常一般人不大敢 就好像说为什么 原家现在之前被爆料 被霸占去做服务处的房子 其实那个是 連司法都低头 不敢点交 所以点交就是法院 要把里面的人赶走 让拍得的人 可以取得嘛 法院也不敢点交 所以原家确实有他的力量 那我觉得 我觉得你就是在面对嘛 对不对 你现在在那 在那够可怜 我是觉得 这种讲法 绝对被激发大家的那种 相对的剥夺 那种愤怒 尤其 有人说 什么 炎家 黑道 有危害乡你吗 谁不欠你男吗 服务承诺没做到吗 对 我觉得这不是不中俄选民普遍想法 但原家的调话咖可以这么想 应该原家的调话咖 绝对不会有这种想法 但是 很多人欠银行钱 那你可以不还吗 对啊 然后你不还的话 那个房地产你继续使用 这确实有很多是 只有原家做得到 这原家这种 这种高度精密的理财手法 这其实危险的动作 一般人不要模仿 对 一般人撑不住的 银行封起来就给你拍卖 马上就给你拍卖掉 对 那这次我们就来看一看 炎家还有多少 你不知道的故事 我相信后面还会有很多 不过方伦 这个在国民党内部 怎么去看炎家 现在这么多的这个争议 当然这个 炎宽恒阵营现在看起来 似乎是要全面开战了 因为说不畏战不惧战 反正我这个19号 为什么才要来登记参选 我就故意让绿莹名嘴 先讲个三天没关系 反正我后面就要提告了 这个也不需要那么早就把 这个星期五年 意图使人不当选 这个法条搬出来 意思是这样 那如果说像这个 全面开战的话 在国民党的内部 也是主战的人多吗 什么叫做全面开战 我觉得全面开战的问题 应该是在讲说 先把 你们想要 不管是母黑也好 陈述事实的也好 还是讲出来 大家质疑的点也好 我觉得现阶段 颜宽儿的战略 应该就是 你们就把问题丢出来 看都是什么样的问题 反正我每一个问题 不管你要讲 他父亲的这个 什么财务纠纷 房子多跟少 到底有没有住在 我们选区里面 目前看起来 就这几个问题 其他没跳出来 所以在他 现在黎露营 来说的话 还有三天 再去登记 一点都不急啊 为什么要急得去 为什么要急得去处理 当然等你们 先把这些问题 出来之后 因为现在离投票 还很久了 这些问题 要一个一个去做回应 刚刚委员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有 他的这个财产啊 什么什么等等的 甚至有媒体人提 提出说 他根本没有住在 选区里面 可是林静也没有啊 林静也没有住在选区啊 事实也是啊 他是租朋友的房子 在乌日 那我会觉得说 一个选举 两边都要被检视 目前还没有第三边嘛 两边都要被检视 林静怡也该被检视一下啦 这才叫平衡嘛 就是因为国民党 先说林静怡是空降的 所以人家现在 才会去检视说 那你自己本身 你真的有住在 所以今天公布出来的 的资料 证明了林静怡 应该是空降啦 因为他在这个 选区里面 没有房产 刚刚委员特别讲到 他有两套 一套在台中南区 一套在南投草屯 这个可以去查 那这个是 联正专刊上的资讯 那事实上 他就是跟朋友租在 这个 这个乌日 OK我会觉得说 任何一个想要为 任何选区去服务的人 你去租房子也好 去跟人家计数也好 但是只要你有心 因为地方打拼 大家能感受得到 所以我觉得林静怡 这样做也很棒啊 但是同样他也要被受质疑 今天颜宽恒也是 他所有财产被翻出来 很好啊 现在就全部翻 最好他欠多少债 最好他外面做了什么 狗屁倒灶事 全部翻出来 因为做决定的人 不是我们再做这几位 是谁 是台中第二选区的选民 他们在明年一月的时候 要去投票嘛 对 他们在这段时间会觉得说 好啦啊 严家过去有服务 服务的还不错 好我投他一票 不行 我觉得他服务 或者他太阿拔了 他这些行为太过分了 我不投他 我要投林静怡 或者觉得说啊 两个我都不喜欢 我不去投票 我投废票 这就是选民的智慧 这就是民主的真谛 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今天 我们应该要很公平的 不要双标的去走到底 去双方面的检视 这两个候选人 我再多补充一个点 好 严寡恒第几次选立委 嗯 他不是第一次 对 他人生第一次选立委 也是补选 哦 所以刚刚提到说 哇这个 是他第一次接受 这么高规格的这个检视 嗯 嗯 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苟同 因为他也是经历过补选的 但是这一次 这个最高规格 为什么 因为林静怡 可是这个民进党 党代表 这个全代会的时候 总统拉抬他的手 用最高规格来把他提 拉抬声量 这是事实吗 对 那换句话说 他们就是希望用声量 去赢过地方的服务 嗯 OK那我会觉得说 那就让这两个力量同时去跑 我们到明年一月投票那一天 就知道台中第二选区的选民 选择要听这个声量 或者是选择要过去有帮他做过服务的 这个由选民来做决定 那你觉得以宋指邦对严家来讲 现在是一个好的战略吗 那与其以宋指邦 是不是先摆红派大佬 林敏林 赶快先找回来啊 其实应该要这样讲啦 谁想 都还有时间 因为其实我相信 民进党内部也有纷争啊 好几个议员原本想出来选啊 对不对 那怎么没有去分配 怎么没有去按揽 所以在任何一个政党在推派 包括连激进党自己当初也有意见 原本我们激进党再判一个人嘛 这当初有讨论过嘛 可是也是民进党去按揽 那国民党这是党高层的这个工作 你要去按揽啊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些事情一定会出现 迟早会出现 越早出现越好 因为你越早处理 大家最后团结一致 支持党提出来的候选人 让更多人愿意在明年一月投票 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责任 不过也问一下这个学伟啦 那这个 今天一个的这个争议爆出来之后 对地方上到底有没有影响 这当然是一个啦 但讲到影响的因素 最近台中市的这个治安 有没有可能帮这个补选添加柴火 因为看起来 现在这个台中市这个治安 也有人已经连结到 这个就是纵容黑道的这个结果啦 你怎么看 台中治安的影响 不仅在综合选区的补选 有可能明年2022的选举的话 对卢秀燕都是一大考验 所以之前 他们在台中办的那个公投说明会 就只有卢秀燕缺席 因为那个说实在 跟他天高皇帝元 那跟我选举不关 我现在台中的庭安最重要 为什么现在烧起来的 全部都是治安问题嘛 对不对 我们就讲说 颜家这一次选举被人家 重根翻起来 开始检视 对不对 一直看看 可是到底这个检视 对颜家来讲 严不严重 那这个检视 结果对袁宽衡 适不适合 够不够格当立委 最后决定 当然是由选民来决定 那可是我说实在 像你看 他说袁宽衡 现在住台中地保 七齐豪宅 对不对 那这个事情很简单嘛 就是针对你所提出来的 任何问题的话 民进党已经开始有系统 有策略的在攻击啊 对不对 我今天就告诉你说 你今天你不是 话说你在在地服务吗 对不对 那刚才方德有做一些解释嘛 对不对 那我是觉得说 这些解释的话 还是诉诸于选民 要不要相信 可是我现在觉得 之前一直在打 颜加黑金这个问题 其实黑金这个问题 我之前就觉得说 你要一直打 现在一直打 打到1月9号的话 清晰就冷去 对中间你还有一个公投 在中间 可是后来我想想不对 东豪说讲不完 对你如果连结这个黑道 刚才又齐在开始也有讲 你如果连结到黑道 跟地方治安的问题的时候 那你颜加应该要开始 重兵防守 对不对 你这冠不过 对盧秀燕是很大的影响 你看 当初 那个什么 2014年 胡志强不是在台中大败给 输给林佳龙29万票吗 大家就讲说 你是因为在这个市场 做市场做13年 做太久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其实还有一大原因 就是说 你的治安问题 这是民众最直接感受的 对不对 你看那个胡志强 2001年第一次参选台中市长的时候 他就已经说 要誓言要扫黄扫黑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吗 到了2007到2014年 这七年之间 胡志强向黑道宣战 20次你知道吗 对不对 那表示说你台中的治安有多么的烂 台中人对这种噩梦 不能够站起来 对不对 所以卢秀恩要筋钓 当然也要筋钓 我刚才讲 你看1999年广山搜狗案 一个中性孕妇 就在搜狗门前而已 被榴弹打到 母亲变植物人 肚子里面的小孩 后来还过世 你看这个案子到现在没破 好接下来 第一个就是张鸿年2001年 他不是被绑架吗 被薛求领域法集团绑架吗 接下来庚毒源 2004年 林明化强盗集团 在庚毒源里面 光天化日之下 在那儿在枪战 后来这些人跑了之后 还就绑了谁 郑明昆 所以这跟年轻标就有关系 好那接下来你看 张席明 他最后枪战被落网的地方在哪里 在台中杀戮 那时候打到边边拼拼 要怕死人 大家看那个画面 为了要抓张席明 那个整个装甲车 冲到房子里面去 对不对 你看 张席明也是在台东落网 好接下来还有什么 最主要的你看 2004年 那时候在台中 发生一起枪击案 造成两名刑事小队长 叶席财跟李进富 殉职你知道吗 那些案子是什么 就是因为那个 歹徒施安明跟那个黄俊杰 绑了一个黄姓商人 你知道那天那个案子 为什么台中人很坚定 我还记得那天交付署款 是在中午12点 就在台中文新路 那时候警方为了要逮捕 这两个人 还分成什么 桥中什么 机车组跟计程车组 行警 假装骑摩托车 开计程车 就在路边那边围 对不对 后来在打的时候 你知道 中午时间 他们来的时候 警方本来要开枪 可是路上全部都是人 你知道12点 那很多 文新路有很多人吃饭 中午出来要吃饭 不敢开枪 后来追到那个什么 里面一个透天座里面 那个时候你知道 我还记得那时候 记者的SNC车 排了一整排在那边 所有的记者都在那边聊天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突然间那个什么 从那个收音的摄影机 那个麦克风 收到里面在枪战 叮叮叮叮叮叮 所有的记者 他们就怕就怕死了 不知道到底庆纪委就来了 对 后来你看 他们在里面打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枪声 就是包括那个叶席才跟李进富 被歹徒打死之后 你看我们看那个画面 对不对 后来那个施安明 本来要缴械投降的 他又狡猾 竟然拿了枪 又对着那个时候 刑事组长林文武又开枪了 所以那个时候 韋安特勤队 十几把枪对着施安明 有没有 那时候扣通板机 你知道他中了28枪 对不对 那个歹徒是一口气中了28枪 因为他又打了那个组长林文武 所以你看 就在这个街头 逃中逃的时候 整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 听到这庆祭声变叮叮叮叮 所以那时候才赢得台中叫做庆祭之都 那我们现在讲说 现在中二补选 大家视为2022的前哨站 那前哨站的话 那个治安隐忧 现在出来之后 如果慢慢的把这个黑金 跟那个什么 台中的治安 做一个连结的时候 那大家会不会紧张 对啊 对啊 而且你看现在就讲出来 现在很多人在接受访问 最近今天不是又发生什么 法郎被砸 还有那个市民二煞去砸车 还跳到人家的那个天棚 在那里跳 那个什么 那个天窗玻璃 都全部给你砸烂 台中另类棒球队 对啊 那种棒球队 前几天才那个 那个宋信 那个什么大学生 被人家打成这样 新闻都还没结束了 现在街头是这样 而且大家去访问那个法郎 附近商家 他竟然跟你说 那个强化玻璃 是台中商家的必备条件 对不对 你看这款治安 你说会那种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连结治安 与黑道的问题之后 原家应该接下来 应该要防止 而且说实在话 国民党现在 连四大公投都还搞不定 那你接下来 你那个中二选区的补选 你要怎么帮 原青标解套 前几天才那个 那个宋信 那个什么大学生 被人家打成这样 新闻都还没结束了 现在街头是这样 而且大家去访问那个法郎 附近商家 他竟然跟你说 那个强化玻璃 是台中商家的必备条件 对不对 你看这款治安 你说会那样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连结治安 与黑道的问题之后 原家应该接下来 应该要防止 而且说实在话 国民党现在 连四大公投都还搞不定 那你接下来 你那个中二选区的补选 你要怎么帮 原青标解套 原家解套 对不对 你叫原宽衡出来算 你没有帮他解套 良草 跟整个战术都没有 那接下来 如果明年2022 还要面临这个问题 就像当初那个 你难道要像胡志强一样吗 连续跟黑道宣战20次吗 宣战20次也是落选 所以当然 卢秀燕现在很均匀 看到这种样子的话 中二补选的话 当然会充满了 很多很多的变数在里面 不过也问一下这个年话 那个时候胡志强出来 跟黑道宣战了20次 卢秀燕现在也是讲重话了 他说现在追到天涯海角 我都要追到你了 这样讲讲不好 那当然大家很关心就是说 如果说台中市的治安 继续有势下去的话 对这个中二选区的补选 是不是真的会有影响 那另外就是财产的问题 真的都讲不完 也是不是这个像冬豪讲的 如果他一直讲到 1月9号投票那一天 人家刚动得掉 人家现在扬言 这个我现在这个晚三天 就让你们名嘴讲个够 后面我就要来告了 那这一些东西 是没有证据的东西吗 那这个以送止棒的这个策略 你怎么看之外呢 最新的当然还是 这个住台中七奇豪宅 这件事情 对啦 这个严慌涵也许现在没有住 在台中七奇豪宅里面 可是有没有房子 有房子啊 可对他们来讲 有钱不能买豪宅吗 你怎么看这些争议 我先讲治安的部分 就说其实 你如果是台中 这个是单一事件的话 其实我对于这个首长 不会太苛责 像新北刚刚学位讲的 那个是很离谱 就是追人追到分局门口 夸张 车子还被砸 但是警方很快就逮到人 我们可以称为单一治安事件 因为这真的销人 戏归都无了 可是台中是连续几天 发生连续好几件 对 昨天那个被砸的 冰尸车你知道 那个车主的先生就是警察 车主的先生就是警察 是的 太帅头上动土 而且又行你知道 那个案子发生在什么时候 我们都以为是昨天 对不对 错了 10月30号就发生了 10月30号 报案过了两个礼拜 警方完全抓不到人 昨天媒体披露之后 昨天就逮到人了 所以你说这是不是系统性的问题 它叫系统性的问题 包含上次那个大学生 被打成这样 警察到场说不是现在放走 那个也叫系统性的问题 所以我要提醒卢秀云市长 台中市的警察的系统 有问题出状况了 你要盯紧 你要盯紧 而且这个事情你说 如果 你这样一直发生下去 对选举会不会有影响 当然会有影响 很容易联想 不是这个大家讲 大家这个也不是秘密 延青标是什么底 然后你卢秀云站在延宽园旁边 然后台中治安不好 你觉得大家会做什么连结 对不对 这个连结是很自然的嘛 不用我们去连结 选民自己都会连结嘛 所以不要再向黑道宣战 胡志祥任内 总共宣战23次 每战必败 因为如果宣战一次就赢了 就没有第二次宣战 所以他是每战必败 所以一直宣战嘛 就每次都在宣战 不用向黑道宣战 台中的警 我是觉得 我们这个从局外人来看 我是觉得台中的整个的警方的系统 可能螺丝要稍微要拴紧一点 因为他不是单一个案 而且这几个系统 这几个发生的个案 他背后指向一个原因 就是好像警方的办案 有那么一点点螺丝松掉 有点怠惰了 你才会这样子 要不然你看 以那个砸车那个 第一个他发生在大白天 对 我不相信大白天没有人报案 对 那附近也不是荒郊野外 那个就是一排房子啊 住家 就住家 难道没有人报案吗 那请问你 接到报案之后 你是怎么处理的 然后为什么要等到媒体揭露之后 你才马上逮到 表示你根本抓得到人嘛 你只是没有认真去抓而已嘛 对 要不然人家报案这么多天 而且最离谱 我觉得他先生是警察 你竟然 你连警察的眷属都保护不了 对啊 你这会让人家会觉得说 哎 现在是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的确 呃 卢秋元要紧张 我觉得袁清彪可能也要紧张 而且因为昨天案子 就发生在大甲 就在这个我们严董的 范围内 事例范围内 搞不好请他去抓人 可能比警察还快一点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那我来讲这个财产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是说 呃 顏围心里要有数 没有错他不是政治性 他2013年参加选举 可是呢 这次选举两个跟以前他不一样 第一个 刚刚董好讲过 以前是73个选区在选 而且我们的焦点都放在总统 没有人在关心单一选区的立委选举 第二个是 你们之前怎么检验陈柏惟 现在就大家用同样标准来检验你 陈柏惟 三十几岁 在高雄买了一间小房子 存款有四百万 被人家质疑说 你这当了立委就有四百万 你这财产怎么来要说清楚 陈柏惟有没有马上说清楚 有啊 我得票补助管三百多万 另外是我这立委这几年 这一两年来辛辛苦苦存下来的 交代的清清楚 林静怡今天有人質疑他 你也有六笔土地 林静怡马上讲说 拜托 买过房子的人都知道 你买一间房子至少会有两笔土地 一个是你自己的房子 一个是公共设施持分 对不对 这买过房子的人都知道嘛 所以林静怡马上出来说 没有那是十分 因为你看多少分 因为申报都会写 几分之几 几分之三十八 对那很清楚嘛 对不对 好那请问 言快文到现在有没有说明过 没有 没有嘛 其实选民在看的是这个 有钱不是罪恶 你有本事当富二代也OK 我们恭喜你这个投对胎 投胎投的很好 虽然我们很羡慕 但是呢 我们也不会嫉妒 可是你有没有说清楚你的钱是怎么来的 陈柏惟今年三十六岁 有四百万存款 在高雄有一间小小的公寓 被质疑说 哦你的钱是怎么来的 对 言宽恒三十六岁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正好就是二零一三年 他第一次当选立委的时候 他当时申报的现金存款 就是一亿多 土地房地产我都还没算哦 七夕好载是二零零三年就买了 那为什么你三十六岁的时候 可以有这么多钱 那陈柏惟这么少钱 我不是说你有钱就一定不对 但是你面对质疑你有没有说明 好 言金票的问题一样嘛 没有错啊 我想我跟东华我们都买房子 我们都有跟银行贷款嘛 可是我们不敢不还 真的 有时候忘记 不要讲不还 缴席都不敢不正常 有时候你稍微忘记 晚个几天缴席银行就打电话来了 很快 马上去转账汇款 而且一般人都吓死了 你的信用会受影响呢 是啊 没错啊 那个连珍现在资料一打进去 你只要有有自纳的记录 马上连珍就出来 以后可能连申请信用卡都有问题 是啊 一定受影响 对啊 那请问 为什么有人可以欠那么多钱不还 而且他们家不是没有钱 我强调他们家不是没有钱 我没有说负债一定要只还 法律上没有这样的义务 可是请你告诉我 颜金标在记者会上讲说 他合伙做生意 公司赔钱 他土地被法拍 他们的生意很不甘 去装钱 把土地买回来 标回来 颜金标很友好 那你如果这么友好 为什么你不帮你爸爸 把其他钱也顺便还一还 真的 为什么嘛 难道你的孝心 是有选择性的孝心吗 所以你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不合理嘛 你倒不起来嘛 而且你现在还有七夕的豪宅 什么那些 这么多的房子 你随便卖一栋也还得起很多钱 你家有几间厕所 最多两间嘛 最多两间嘛 有时候家里如果人口多一点 上厕所搞不好还要排队嘛 对啊 你看他们家有十间厕所 厕所就十间 他家厕所比我家房间还多啊 你说这是不是豪宅 比我们在座大家的房间多啊 你说这是不是豪宅 超级豪宅吧 十间厕所 你被人家讲说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顏寬恒当世是帳母的新闻画面 他帳母有做新闻 有啊 他帳亲是帳到哪里 是帳到现在的山洞 还是七夕豪宅 你去看一下 所以你没有错 你以前住在那里也没有问题 你现在住在沙路也没有问题 我觉得住哪里不是重点 你说妈妈住那里 那你说好 你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嘛 那一个礼拜七天 你有三天回去跟妈妈住 那算不算住在那里 我觉得去炒这个就没有意思了 但是今天 因为你一直在强调 林静怡是空降 你是在地服务 所以你这个事情 才会被人家挖出来嘛 再来 因为你一直 没有交代清楚 你的钱到底从哪里来嘛 我们非常好奇嘛 叶元芝讲那个 基本上我觉得 顏寬恒应该告他 意图使人不当选 以不实资资讯 意图使人不当选 叶元芝昨天 在这个图巴请讲节目里 还拿了一个示意图 人家是做陶醉的 我给你讲佑琪 我从高中开始暑假打工 我读大学的时候 当过家教 当过餐厅的服务生 在素食店打工过 我也没办法累积一亿多啊 那是 对不对 打工 谁没打 大多数人都打过工 没有办法累积那么多财产 真的 你要告诉我你的钱从哪里来 你如果像贾博斯那么厉害 发明了苹果手机 苹果电脑 我给你很厉害嘛 问题是你没有嘛 你发明了什么嘛 那你请问你经营了什么 成功的企业嘛 也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钱 如果说你今天要去告 我也没有意见 那是因为那是你的权利 可是可不可以请你 我觉得也不用那么辛苦 尤其 严清彪前一阵子大病出狱嘛 每天在那边看电视 每天大家看 这陈东华说什么 快点 找电话我给陈东华解释一下 这样不辛苦吗 你就开一次记者会 把所有的记者请来 然后呢 先讲一遍 我 因为我们现在能查到他的财产申报 是他最后一任当立委的 是2012年的资料 在2012之后 说是因为他没有申报 我们也查不到 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负债的情况 我们现在只能针对他 最后一次申报的情况来看 你就以那次为准说啊 我欠这个 我这几年已经都贏掉 我现在没负债了 然后有还的 有还给银行有清偿证明 然后呢 还给这个圆银建设 就是陈孟生他们家族公司的 应该也有相关的证明嘛 你就一条条说清楚 然后让所有的记者问 问到肚子饿了吃宵夜没关系 就是严董招待你们吃宵夜吃到饱 我跟你讲 你只要开一次记者会 大家问清楚 以后不会有人在讨论 你要吵也吵不起来 对 因为我都讲清楚了嘛 对 陈博会被质疑财产 他有没有讲清楚 有讲清楚 赵逃有没有讲清楚 讲清楚 讲完之后就 就没什么好 没什么好吵了嘛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 你光是用告 请问 选办法 意图使人不当讯 因为大家常常只引述这句 但是法律条文前面还有一句 以不实资资讯 那我们讲的第一个 依照监察院财产申报 第二个依照判决书 第三个依照过去的媒体报道 请问你要怎么告 当然你要告也是你的权利 我们意见 可是你如果这样告 大家还是会继续讨论嘛 2014年 联盛文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尤其我们坐在这里 他告的不够多吗 我都被告耶 我都被他姐姐告耶 有因为被告闭嘴吗 没有啊 继续讨论啊 因为我是基于事实做合理的质疑 你要你要告什么 而且你如果说 没有讲清楚 你今天如果说 开完记者会都讲清楚了 然后还有人恶意的 用扭曲的资讯去讲 那你可以告我支持你告 可是你在没有讲清楚 大家还有很多疑问情况下 你要去告 你怎么让他觉得什么 觉得你心虚啦 经不起检验 而候选人本来就要经历 非常严格的检验 将来不管是几个候选人 在中央选区 一定是同样规格的检验 因为检验陳柏惟 已经树立了一个超级高的标准 所以现在同样标准被检验的候选人 你都不要抱怨 因为这个都是你们所造成的 我补充一下提醒严家 你要告是权利 可是不要学连家 不要学连惠心 连惠心那时候 当年在提告的时候 是连打字幕的小弟小妹都被告 那时候什么 菁英儿是不是 全告 你要告告我们这种人 但是千万不要 连打字幕的都告 那就要乱告一通 另外呢 我们还是来关心 其实跟台湾的未来 相当有关系的 那就是呢 今天一大早呢 拜习进行视讯峰会 全球关注的焦点呢 其实在这场会议之前 就已经传出了 台湾问题是重中之重 结果呢 今天习近平使了一招 哇 这个会议开始啊 先这个 对拜登温情喊话 老朋友啊 这招到底有没有笑啊 民宽 哎呦拜登吓死了 先来跟各位说 目前只要任何人 让习近平点名 点名之后 他说真的是好朋友 嗨呀 你不用选了 未来的选举都不用选 而目前为什么 拜登要来演这场戏呢 这场戏之前要剪 美中高峰会 我就说过了 各说各话 期待很低 这是一场大戏 但各位 这次的期待 超乎我们的想象 为什么呢 再度把台湾这个政治标记 把它给打上去 发生什么事 等一下来跟各位说 前两天 讯息出来 两个议题 一个北京冬季奥运议题 另外一个台湾议题 就是这次美中高峰会 讨论的重中之重 结果呢 会议还没开 一开始前头就说出来了 之前开会 总共开了四个小时 双方各自列政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 非常漂亮的办公室 双方各自有所谓的 两个大萤幕 但其实一开始 话就讲明了 什么呢 为什么要王健王 很简单 避免冲突 避免冲突 避免擦枪走火 那避免冲突 避免擦枪走火 为了什么呢 因为现在呢 人家日本说我刀子都磨好了 你要真的来 我跟你拼到底 然后呢前两天 中国大陆 中国的一个海军 又冲进去 这次全程跟肩 他们就全程跟肩 要玩 大家来玩 为什么呢 既然亮刀子 既然比拳头 要比就比到底 但这次第一个 我说哪一次 人家美国跟中国要开会 事先还跟我们发简报的 从来没有过 以前是什么呢 你是小弟 老大说什么呢 我跟你说这件事 你就这样吞下去就好了 这次不是啊 两个人王健王先来做避免冲突 但是在昨天 国务院的price 就已经说了 在拜席会的一个前夕 美国政府已经向我方政府 事先简报 他说什么呢 三方面 一定会给各位一个交代 军事 外交 经济议题 一定会用最佳利益化的一个方式 那时候还有很多人会说 你害了啦 你害了啦 如果这两个人一起把台湾给卖了 他要怎么办 结果人家呢 轻盘先回来跟你说 你放心 我们家的我顾到好 最佳利益化的一个方式 但是这次呢 在冬奥 第一个 北京冬奥现在 到底后面要怎么走 第一个今天 就在今天 北京的一个冬奥 硬帮爆炸 人家摔倒怎么办 对不对 那现在重点就是 拜登去或不去 这时候俄罗斯在敲边鼓了 咚咚咚咚咚咚 拜登会去啦 拜登这时候为了整个中国 为了明年期中选举的一个状况 那这次拜登 我们一直跟各位说过 比资源 比权力 拜登比较多 但是比大一点他就输了 比什么输了 比选举啊 选举啊 人家习近平要选举吗 不用啊 大家拍手 他就过了 但是他呢 其中选举 而且现在重点是 对全世界来说 我不知道这个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拜登说他要连任啊 对 他连任之后 各位 他今年已经79岁了 再过三年他83 再玩87岁 天啊 我都很难想象这种状况 但到底怎么样呢 好 美国自己去讨论喔 但目前是 拜登说话 请各位注意喔 为什么拜登说话很重要 你知道吗 因为日本 澳洲 加拿大 全世界都在看啊 你老大说什么 对 说完之后 我们要不要跟 所以老大的地图是很重要的啊 老大这一图地图怎么地图呢 结果一压下去 台湾大众 台湾大众 为什么先来说大众 我们先来说 刚刚最新的一个消息 台湾外交部感谢拜登 他说什么呢 谢谢维持台海的一个和平跟稳定 这个是目前刚刚最新的一个消息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大国博弈当中一定有一个特殊的点 这个特殊的点可能是一个岛 可能是一个区域 是一个海道 海的通道先说 不要以为是那种抢劫那个海道 是一个海的一个通道等等的 但目前呢 大国博弈刚已经说过了嘛 军事外交经济 这个他们都说了嘛 但重点是呢 其实国内很多的学者 在之前发出来的报告都说一件事情 这一波因为疫情全球通膨缺物资 再加上目前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状况 明年来看的话 有可能是呈现下行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呢 大家要打仗 打不起 那打不起 如果大国可以坐下来谈的话 这个对我们来说 台湾的出口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先跟各位说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国内目前在各大经研院的主流的一个研究战法 都是这么战 所以最近会有一个议题 明后天会开始吵 为什么呢 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出口42.9 其中有一半是电子产品 多数是晶片 很多人会说 你更依赖中国了 错 当然错 是全世界在依赖台湾 为什么呢 连美国都怕 为什么呢 美国六成的科技产品靠台湾 中国大陆四成多 接近五成 所以可以和谈对台湾出口有帮助 科技上请各位注意 这句话一定要写好 全球依赖台湾 但重点就在外交了 那外交现在是站队的问题 那站队各位 我们已经很明显了 不用讲 当今天有特殊的媒体说 哎呀 美国说这个地方 他拒绝台独 人家美国他端出来 端什么呢 他直接跟你说 不对 美国是基于第一 台湾关系法 第二三个公报 第三六项保证 他没有谈论到任何台独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 有特定的人在这个地方要做擦边球 但最近让我觉得最感动是什么 是什么 日本 现在谈论日本 为了保卫日本的生命线 所以日本现在要来保卫台湾的安全性 各位把这个逻辑性先做出来 很多人会说 日本干嘛保护台湾 不对 日本保护台湾是为了保护自己 因为生命线在台湾的两边 他如果游船不能过 天然气不能过 没得谈了 新世代的太平洋的战争 我们自卫队都在进化当中 自卫队过去陆军是陆军 海军是海军 现在双方他要结合了 但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解放军 解放军 最近有一篇解放军的报告 完全逻辑全做 各位还记得 之前不是在沙漠地带 看到那个航空母舰的模型 那发现为什么航空母舰的模型 居然解放军有降临说 很简单 只要在西太平洋 美国的航母把它弄烧两层 弄成两艘 把它集成两艘 美军会屈服 解放军的将领 完全都不看兵书 为什么呢 在珍珠港事件完之后 尼米兹将军在中途岛 把日本所有的战舰航母 一口气全部收拾完之后 美国取得了整个太平洋的一个统治权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所以你真的去敢把美军的两艘航母 把它给撂倒 把它给集成吗 但最后呢 当然 双方中美高峰会完了 谈完之后 你要对鹰派有交代嘛 所以出现了这则讯息 这则讯息是习近平 据谈是他的智囊说的 2049年要统一台湾 然后呢 只要统一就可以实现所谓的一个中国梦 但我听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第一个 习近平是出名的 办事不老 我们来谈几件事情 过去他谈什么呢 过去几年 在习近平出来当老大的过程当中 他谈过雄安新区 爆炸 第二个 他谈过港珠澳大桥 整个所谓的港珠澳之间 经济要往上拉 各位爆炸 然后呢 谈过澳门取代香港成为金融中心 还是爆炸 后面还谈什么呢 2035年 高铁要从平潭直接来到台湾的新竹 我认为这个还是会爆炸 你过去每次都跳票 没有 这次还敢说要实现中国梦 还是要跟各位说 继续做你的白日梦 但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 习近平很爱权力 但习近平在国家的统治上一事无成 不过台湾未来的梦 跟四大公投 那可是有很大的关系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已经是2021公投倒数32天了 但是呢 在这个时间点 当时不是要力推四大公投吗 国民党怎么自己的大将纷纷跳船 据说经济蓝也倒戈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年底的四大公投呢 蓝绿大车拼到现在 按照远见民意的研究调查呢 最新的民调四项公投 竟然可以全部过关 如果明天投票的话 但是另外一份这个数据就不太一样了 这是粉砖声量看政治 他们呢透过了这个Google Trend 去检视最近七天的这个公投声量 民进党这绿营这一边的这个观测声量 将近八成 远超过蓝营的只有两成 而且四个不同意的声量呢高达56% 也远远超过四个同意的44% 而且呢 其实之前呢 这个民进党出来的时候 这个声量还没有这个国民党高 那现在看起来声量有反转 反转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呢 原来是这一个人吗 好 我们来看 这是上报的报道 说蓝营到现在还在这个纠结在战术上 而且内部的焦虑已经跟着升高了 像这个立委林维州最近呢 还当面向主席朱立伦建议 说执政县市喔 至少各发动一场大型造势吧 没有想到 竟然被朱立伦已读不回 所以呢 从党务高层到地方基层 现在危机感是日益的增加喔 而蓝营的地方组织干部呢 也不满的说 组织战呢 向来是蓝军的强项 但是现在大敌当前要打仗了 内部战术依旧瞧不拢 公投电视说明会要由谁出马 也能够搞到一改再改 党中央只在乎 上市对下市的观感问题 根本就划错了重点 立营都已经大军押近了 党中央还在那边浪流烂 然后知情人士也说 连主讲人现在都被混淆了 什么时候轮到我上场 负责的题目呢 大家也一知半解 为什么一知半解呢 因为党中央一通电话来说换就换 所以其余细节呢 可怕把你换掉也都没有交代 那另外有党内人士也在抱怨 先前公投小组每周开一次会议喔 可是朱立伦上台之后只开过一次 那开过一次会拍板了1218场公投说明会 这么多场要怎么把它办完 后续竟然朱立伦都没有实际的规划 通通丢给地方党部去执行 所以我讲到这边 大家是不是感觉到 国民党现在是怨气冲天啊 而且怨气冲天还包括呢 就是因为这么乱 所以党内开始斗起来了 罗志强 罗志强11月14号在脸书先公告了 他要请英上阵 知情人士就说本来罗志强是要被换下来的喔 后来就因为他已经先po了脸书公告 然后呢后来就去跟高层喔 因为我po脸书啦 所以呢要瞧让自己上场 让党内非常的不满 现在蓝营的能量不停的在被消耗当中 却去帮助罗志强去营造他的这个声量喔 那战斗兰的代表赵绍康啊更酸说 我也不知道苏立伦他们为什么要换脚了 那算呢我们来组一个下四联盟吧 而且呢挺不挺公投 泛兰内部呢现在看起来意见是分歧的喔 尤其在和四这个议题上 我们看到呢这个蓝营的这些县市首长 纷纷跳船喔 那最新的就是有传出呢 朝野三党六名立委呢 还到了和四现场去考察喔 结果呢大家意见有点不太一样 民众党的这个立委蔡壁如说 他看了以后吓死了里头密密麻麻的问题 开放大家参观喔大家就会知道了好恐怖喔 那另外民众党立委高宏安则说 设计动线空间非常不足 还好带安全茂围 不然走一走还会被撞到啦 转至里面就很乱啦 但是国民党立委李德威不一样喔 李德威说相关维持的部分 看起来井然有序啊 跟多年前相比没差多少耶 那事实上呢有这个绿营背景的公股董事长 则是跟这个媒体爆料喔 说他其实私底下接触到不少 沉默的经济栏跟企业主 他们都很清楚 几个公投案呢 跟台湾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私底下其他们都不乐见公投案过关 只是碍于政党倾向 不愿意公开表态而已喔 不过呢这边也问一下这个学伟 其实呢这个 关于四大公投的内容辩论到现在喔 大部分的民众其实对公投的内容 已经大概也蛮了解的 但是呢你看到双方 尤其是民进党几乎是以总统选战的规格 在打这场仗 那在国民党的部分呢 当然也都是很多人在出动啦 可是现在内部乱成这样 你怎么看 很多人说公投未来的选举喔 这个公投最后的结果 不只会影响到补选 甚至还会延伸到2022喔 刚才讲到说 10月29号那天的民调 之前的民调 眼见那个民调嘛 对不对 他告诉你说 那个时候的民调看起来是四项公投 全部都会过关啦 而且那个比例还赢不少 对不对 可是你看到目前为止 这个最新的那个 这个Google Trading 有没有 他告诉你说 近七日的那个公投声量 有没有 现在查出来 大家只知道说什么 四个不同意 跟四个同意 有没有 不同意的高达百分之五十六 那个什么 同意的只剩下四十四 那这个说实在话 就大家觉得说 我现在只注意说 四页不同意 四页同意 这个很明显 已经慢慢趋于什么 蓝绿对决嘛 对 因为现在跪一边啊 对不对 好 那你蓝绿对决 那国民党还在干什么 像朱立伦一开始的时候 告诉你说 我要四个同意 对不对 那接下来双林 国民党双林 就是林之庙跟林回舟 他又讲出来说什么 我三个同意 一个尊重 对 所以朱立伦后来又改成说 两个同意 两个尊重 那不是我们国民党提的 我就尊重 对不对 那接下来看办事 不对的时候 现在又改回去做四豪 对不对 四个都全部同意 对 那我就跟你讲说 现在国民党的支持者 很可憐 你知道吗 我今天投票 还看是初一十五 对不对 因为月亮也长得不一样 所以我要看那一天 你的 到底你的想法 跟说法是什么 对不对 我跟你说 整个这样 你买一天公投要去投票的时候 你四个公投 你就摆在那边 摆在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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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摆在那边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今天 这个很明显 当初朱立伦 信誓旦旦说 公投叫做 蓝绿对决 对不对 好啦 那你这样 引起的这个什么 民进党的一个战斗决心 他现在跟你正面对决 那民进党 从一开始到现在 就是目标使命一致 对 那你的选民就不会搞混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开始 知道说民进党叫做四个不同意 对 那我就开始去搜寻 就是四个不同意 我管理内容 是怎么办 反正我就知道 四个不同意 就对 你主头上就是这样说 就表示我坚定我的信念 我的观感 对不对 那我更主要是怎样 你之前国民党一直讲说 我要办全台湾 1218厂的那个说明会 对不对 现在办到哪里 那你惊喜民进党 民进党火大公 你要办我也来办 所以你看 他们从办的说明会 到目前为止 持续在办 而且你知道吗 包括地方人员 地方那个名义代表 还有地方的首长 包括连中央首长 助讲团都落去了 你不觉得这个就是在 2022的一个选举前哨战吗 我现在整天落去 全台湾跟你走过一遍 对不对 你国民党 还整天在那里 什么什么上市对下市 对不对 连那个赵赵刚刚出来讲说 他们叫做下市联盟 我跟你说你下市联盟 没关系 下市政联盟 更吃辣 我跟你说 所以跟你讲说你今天 到目前为止 你连换将 你要谁派谁上阵 你都还搞不定 对不对 我常常讲说真的是 搞死那些年轻人 国民党里面有很多年轻人 他是有理想有抱负的 可是说他的下情可以上达 像那个林维州 他不是跟主席报告什么东西吗 对 跟他建议 你既然要这样子 但是至少各发动一场大型造势 可是我们的主席是什么 以毒不回 竟然以毒不回 不是就是他说的 要力挺四大公投 又以毒不回 不是我跟你讲 林维州至少是 你国民党目前为止的 党内大将 对不对 他除了战斗兰之外 是最有战斗力的 那你朱立伦 要照过来瞧一下 听说他要说什么意见 对不对 你要了解一下 你现在朱立伦 我都觉得说 我看自从朱立伦 当了党主席之后 我以前的很多 那个什么 场景又出来了 你知道吗 就像以前早期 你说梁讲 那个时代不用讲 没人敢反对意见 连李登位那个时候 在当党主席的时候 我说了算 对不对 那你现在金飞 直指到吴敦义那个时候 他都还能够掌控里面 党的那些机关 力气的人员 对 可是你朱立伦 现在你竟然 你竟然弄得砸砸砸砸砸 連资砸砸砸砸砸 对不对 你现在还高高在上的 一个党主席 真的 对不对 江启成那个时候 就已经多憋屈了 像那个林敏宁 我们刚才谈到林敏宁 对 你要他借他回来 我跟你说林敏宁 不可能会叉择你 对不对 我这座选家的时候 我的红派 我是因为江启成的关系 我才别去地方大佬 当你的那个党部主委 对不对 你现在朱立伦 你是要把他缩 你也没有那个主席 把他缩头咬 你得来把我账 你对我不理不睬 你把红派大佬做什么 你看那个姿态 摆得高高的 对不对 今天党内的什么意见 你也不管什么东西 我之前就跟你讲说 国民党内部的问题 是在于你的那个什么 战斗篮 是在赵少康 对不对 你搞了一大堆 有的没有的 有什么用 我就跟你讲说 其实现在战斗篮 看起来也是无条 你也没有办法真的 对外去斗 那你有本事 斗一下民进党 我看看 民进党现在有没有问题 当然有了很多问题 那你有力去 去争执吗 有力去跟他阿久 包括现在你看 人家这个公股的董事长 对不对 他接触到什么沉默的经济 这个虽然我们不清楚 是真的还假的 不会用逻辑上来推的话 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我这个经济囊 我也知道说 台湾以后整体的整个什么 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我这些能源问题 没有改变的话 第一个受影响的 就是我这个经济囊 我企业主 我得到受影响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今天这些事情的话 你国民党能够不得不胜吗 而且我讲的实在话 公投现在搞下去的时候 人家民进党都已经在为 2022年操兵了 你国民党还在里面 不过问一下这个黏晃 按照龚古董事长的说法 其实有很多的经济来是沉默的 因为他知道 未来这个台湾的经济首相 这个四大共同有多么的重要 那就你的了解这个状况 是怎么样之外 你看 现在这个在这个 连这个小小的说明会 国民党就拼命在那边换人 换来换去 今天他们那个国民党 还没试验这个张思纲 都动不掉 不要再换人了 连里面的都 发出这个怒吼 而且你看里面的人讲 内部战术瞧不拢 搞到一改再改 党中央又要弄扭 如果今天给你提建议 朱立伦那边以毒不回 要说要办1218场的说明会 说完之后会就不再开了 你们自己这个自生自灭吗 为什么国民党在公投的议题上 会搞成这个样子啊 这一场公投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有两个人 我现在就可以确定绝对是赢家 一个叫罗志强 一个叫黄世兄 罗志强黄世兄 因为他们两个人 都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但是那个发光发热 都是只针对个人 而不是针对他所追求的目的 理念或者说他所属的政党 对 罗志强一开始喊着说 去凯道睡七七四十九天 请问现在还有谁注意 他到底有没有去睡 说实在我也不知道 我假设他有 我相信他信守承诺 问题是你在凯道睡这么久 达到什么目的 没有嘛 再来 他为什么主动请应要去 要去这个说明会 其实他本来就有了 但是后来因为他是上市 所以被换掉了 所以他现在想当下市吗 其实我现在碰到 国民党朋友都说 你没去说明会 代表你是上市 那去的都下市 真的 朱立伦自己讲的 对 你要怪谁 所以你看这个 说实在我到现在 我也搞不太清楚 国民党对这四个公投的意见 到底是怎么样 对 一会四个同意 一会两同意 两尊重 现在又四个同意 我不想明天会不会改 你这样子换来换去 就像我们开车一样嘛 我今天从内湖要开车去台北车站 我大概就选定一条路 我就往前走 真的塞得很严重 稍微绕一下嘛 对 一会走一会左转 一会右转一会回转 请问你是要开到什么时候才会到 你还没讲到 国民党还有县市首长 什么三好一会 对啊 这现在是三好加一好吗 而且你知道吗 现在已经乱到 连他们国民党籍的立委杨琼英 在那个公投宣传会上 都会讲成四个不同意 台湾更有力 你说这怎么办嘛 这还卧底的嘛 不是 他当然不会是卧底 就说你已经乱到 连自己人都搞不清楚了 搞不清楚了 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对 所以我觉得 这是国民党自己要去面对的问题了 而且你知道吗 从上礼拜六 那个一系列的市场的不同 四个不同的议题说明 其实我们看到一件事 就说 国民党其实对这四个议题 都可以找出相对有专业的人 可以出来告诉大家 我要同意的理由 但很可惜 我们没有看到 像你看核四这一题 国民党是放弃 他市场完全不理 全部叫黄世秋去 现在变成 黄世秋儼然变成国民党的核电专家 你这不是把台湾一堆核电专家 笑掉大牙吗 台湾不缺核电 台湾核电专家非常的多 好 那我再讲其他的议题 你说好 经济栏为什么会急 其实这四个公投 说穿了 其实有两题跟经济有关 一个叫莱猪一个叫三接 三接跟电有关嘛 那电当然 就会关系到经济跟产业的发展 尤其是我们现在北部的电 大多数是靠中电跟南电北送 台积电2024年在高雄有厂要启用了 台积电一座厂要用多少电 大家很清楚 所以高雄未来在2024年之后 现在高雄的电 现在高雄每年所发的电 有超过一半是送到别的地方支援 所以高雄未来大概很难有 再多余的电在支援的 好 那你在电 没有三接的情况之下 你如果电出现缺口 那势必会影响经济发展 这是一定的 所以三接 其实虽然他谈的是电 但是事实上他跟经济有关 那莱猪呢 好谈的是食安 但事实上他根本不是食安的议题 为什么 我一直觉得用食安来包装莱猪 根本是个假议题 我们来牛都吃九年了 那请问是有怎样了吗 对 对不对 朱立伦讲万安 你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在美国生活的时候 难道没吃过吗 那又怎样了 所以食安是假议题 对 莱猪背后的问题是 市场 就是我们台湾要不要加入 区域的经贸整合嘛 或说讲窄一点 我们要不要跟美国有进一步的 经贸的协议的产生 我都先不要讲到比较远的 这所谓的BTA 就现在的TIFA 能不能顺利的再谈下去嘛 那事实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从去年开始 台湾的农产品 卖到美国数量跟种类 其实越来越多 我们的巴勒 在美国可以买得到 我们的蝴蝶兰 在美国可以买得到 这些都是互惠的 以美国猪肉来讲 一年卖到台湾 以今年到现在大概八千多顿的猪肉 嗯 其实没有多少 你觉得美国人会 減讨台湾这条美国的产生吗 没差 台湾市场对美国来讲 小到不能再小 以猪肉来讲 真的小到不能再小 那好 他关系到 其实就是市场 就台湾能不能加入 区域的经贸整合嘛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的市场就变很大 所以今天早上 我在电台访问 陈其中主委的时候 他最后讲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他说其实如果来铸公投通过 就是同一方盛的话 台湾未来 你很难进到国际的经贸市场 不管CPTPP也好 跟美国的FTA也好 基本上很难 因为我们不遵守 国际贸易的规则跟科学的证据 那可是台湾是一个外贸导向的国家 那怎么办 我们最后只能把产品卖去中国 你就必须高度依赖中国市场 那最后呢 你就跟中国一起淹死 所以因为 中国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 是全社会出名的 你现在到WTO公网去查看 有多少诉讼是跟中国有关的 所以 你如果跟他在一起 那最后就是绑在一起一起沉下去 所以他也是经贸问题 所以难怪所谓的经济欄也好 知识欄也好 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 四题里面有两题 他跟经济是有关的 所以我觉得 这四项公投 其实说穿了 我认为每一项都很重要 而每一项都会关系到台湾未来发展 那你今天国民党 你要说服的 不是那个你的基本盘 因为基本盘大家都可以说服 很简单 25%的基本盘 我想国民党也有 民进党也有 现在问题就在于说 哪边 现在看起来 如果说假设两边都超过25%的话 现在就看哪边多嘛 对不对 那现在关键就在于 所谓的浅蓝 知识蓝 经济蓝 或是中间选民 因为这些人 他也许现在不表态 但是这些人 我相信 他们不是说 我看四个同意 我支持这个党 所以我就投了 他们会自己判断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 接下来 一二一八场 说明会是一定跳票了 因为我们帮他算过 那不败了 绝对不败了 你今天开始忙也不败了 好吧 你一二一八场就跳票了 那可不可以 请党主席朱立伦 早一天 黄道极致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国民党 对四个公投 就是这个态度 从此不再改 再改是小狗 要不然说实在 不要说你们自制的乱 连我都觉得很乱 一二一八场 说明会是一定跳票了 因为我们帮他算过 不败了 绝对不败了 你今天开始忙也不败了 好吧 你一二一八场就跳票了 那可不可以 请党主席朱立伦 早一天 黄道极致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国民党 对四个公投 就是这个态度 从此不再改 再改是小狗 要不然说实在 不要说你们自制的乱 连我都觉得很乱 不过 再讲到这个 如何说服选民之前 而且我们先来看一首歌 竟然可以说服 那么多的中国小粉红 这是要问一下这个敏宽了 以一首这个玻璃心 震碎了中国小粉红玻璃心的 大马歌手黄明志呢 他赫然发现 一天晚上睡觉醒来 就靠着这首玻璃心 他竟然变成大富翁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最近有很多的新名词 对很多的观众可能会觉得说 哇 怎么会这么多的新名词 比特币都还没有消化完 怎么又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非同值代币 这到底是什么呢 先来说玻璃心 哇 好酷喔 为什么呢 三千万次的一个点级 各位你去想 一百万次的一个点级 大概是值台币 大概是三万块 他会逐步往上做提升 所以第一个网路点击 就已经有钱了 所以现在很多的艺术家 很多的创作者 他现在就可以怎么样呢 不跟那些特殊的国 例如说很多国他会 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不买你的作品 我就不让你的作品 在那边流通 现在不用了 不用去跪人家 特别是美国 很多人就发现 我不用再跪中国了 过去在老时代 美国特别是很多那种 打篮球的明星 都要跪中国 为什么呢 中国买的球鞋 运动服比美国还多嘛 那现在不用 但是呢 黄明志他自从写了 这一首玻璃心之后呢 第一个他微博被封 那微博被封 他就说 我的祖籍在海南岛啊 我希望说 在新冠肺炎完之后 还是可以来祭祖啊 可以勇敢来去中国 但目前呢 第一个 我猜大概是过不去了 为什么呢 去年有人去骂了习近平 我们听说入狱到现在 一点讯息都没有 但黄明志就想说 那我现在要怎么办呢 结果呢 睡觉睡一睡起来 他居然用NFT非实质代币 来卖作品 2300万到手了 那这时候很多人就会说 奇怪了 什么叫NFT 对 我先用非常简单的30秒 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non-futiful token 叫做非同值代币 那很多人会说 这跟比特币有什么不一样呢 比特币叫做同值代币 所以我有一个单位区块 我去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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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一块一块的卖 那比特币 其实是我人生毕生的痛 为什么是毕生的痛呢 我从700块美金 看到他7万美金 我一块都没有买 我真的就是这么笨 一块都没有买 到这件事情 我到现在还在打我的耳光 那NFT是什么呢 NFT就是不能分割 不能分割 所以刚刚跟各位说 例如说很多人会说 那新台币是什么 新台币就是台湾用的钱 美金是美国用的钱 那钱呢 钱跟钱换来换去 是不是有所谓的换来换去 它会越换越小 因为它有手续费的一个问题 那这些网路的世界 先说网路的世界这些货币 因为它是一个加值 你实际上它不存在 但是它有一个存在证明 它是用一个货币区块链去锁住的 所以呢 NFT 第一个请各位要切记 不可以切割 那不可以切割 但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呢 一物一卖 例如说它最近又出新歌了嘛 而且它这次出新歌呢 金门的观光局文化局 还帮它做赞助嘛 那这个呢 后面它就会持续的一直往前走 所以就很多人就会说 用NFT来贩卖我的一个作品 就是所谓的非实质货币 那这个非实质货币 最近可是大红了 怎么红啊 先来说多红 过去买卖宝石 这个大家知道嘛 买卖古董 这个大家也知道嘛 买卖字画 例如说台湾最近这几年很流行字画 为什么呢 台湾前几年豪宅卖很好 你住两千万的房子 你可能会买二十万的画 可是你住一亿的房子呢 你会买三百万的画 这个等级是不一样的 但最近呢 这个非同质代币呢 出了一件事情 让大家吓一跳 什么事 先说这个是一个 网路艺术家的作品 这个作品叫做 每一天最初的五千个日子 所以这里面总共有五千个代码 组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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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先说它只有一幅 只有一幅画 对 它只有一幅 那这一幅呢 它那时候起标的时候呢 一百块美金 一百块美金 沿路喊喊喊喊喊喊 你知道后面喊到多少吗 多少 它落锤的成交价 是台币十九亿五千万 从一百块美金起标 成交十九点五亿 它从两千八百块台币 开始落锤起标 就大家就开始喊价 大家就一直喊上去 然后这个艺术家自己都吓一跳 他就说 怎么会值这么多钱呢 因为它目前是 还在世的艺术家当中 这个作品算随世界排第三 那很多的作品呢 已经都创作艺术者 都往回添加去了 所以第一个 他不会再做了 那现在这个艺术 创作家呢 他就说 那我再多划几幅 我不就有钱了吗 请各位去注意这重点 已经很有钱 十九点五亿台币 对对对对 可是他还可以再做 就像黄明志 也可以再写歌一样 但现在呢 对很多人来说 开始有点 这到底是什么 看来的一个世界呢 我再讲一个问题 文在寅目前的民调很低 为什么呢 因为南韩的民众 跟台湾一样 他们也买不起房子 可是他们买不起房子 他们现在把脑筋 动到哪边去 你知道吗 我们在几个月前 我跟各位谈论过嘛 他们开始在元宇宙当中 去买卖所谓的 外太空的一个房子 最近有一间 外太空的房子也红了 也红了 这个叫做Krista Kim 他所做的一个 先说这不是真的房子 这是一个虚拟的房子 它的名字叫火星屋 最近成交 最近成交了 成交台币1431万台币 又不能住人 可是他可以买卖 这可以换钱 这个可以换现金 当然可以换现金 但他可以买卖 因为他的数位码是唯一的 做一套 然后你呢 例如说佑琪你买 对不对 卖给我阿宽 我阿宽下次卖给学伟哥 一直轮下去 但是他的所有的交易是透明的 而且他只有独一无二 所以也可以赚钱 现在越变越多了 现在越变越多了 各位都知道推特对不对 推特全世界谁推特最多 川普的争议性推特是最多的 但推特 几兆折的推特 只有一折是全世界第一折 这一折是谁呢 这个是Jack Dolce Jack Dolce 是推特的创办人 他历史上第一折推特就是 我要开始我的推特了 就是这个画面 最近也卖掉了 连这个都能卖喔 卖高价喔 夸张 卖多少你知道吗 他十万美金开始喊 十万美金开始喊 最后落锤 290万美金 折合台币 8230万卖出去了 也是用NFT卖 不是 这个就是台币了 他用NFT的模式 就是 我这个讯息秒 封起来之后 这个讯息码 卖掉 就直接卖掉 夸张 夸张 后面还有咧 再看喔 这双鞋呢 是马斯克的虚拟鞋 先说喔 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外型 不看下面喔 不看下面 很像一台车 对 这个叫做Cybersnaker 叫什么呢 Cybersnaker 应该类似那种 那种货车运动鞋吧 但是类似这个 它的原文叫Cybersnaker喔 它在2018年就出来了 你知道那是2018年 出来多少钱吗 台币45万 45万 今年2021年 賣345万台币 太夸张 太夸张 我跟你说喔 现在大家最想要的 最夸张的 最想要的 最想要最夸张的 今年有一件事情 让大家全部吓一跳 为什么呢 没有想到 比尔盖茨是渣男 大家都没有想到 但比尔盖茨 跟他老婆离婚 对不对 听说那时候 有发出一则讯息 那一则讯息就是 比尔盖茨的离婚讯息 现在大家好想要买 那一则讯息喔 还有这种事 比方说还有这种事喔 然后川普的推特 不是跟各位说吗 川普有很多那种争议性 他是独一无二的喔 跟你去想 那个是历史事件当中 唯一的一件耶 你知道美国 封到什么地步 你知道吗 美国暗杀林肯总统 那一把枪啊 到现在还很多人在追耶 好扯 各位去想 那个是爵士古董嘛 同样的 现在很多这种NFT 对我们来说 我们会觉得好扯喔 这双鞋不能真的穿耶 这个房子不能够真的住耶 可是呢 两年前 这双鞋值45万的台币 现在值345万 这个火星上的房子呢 你买不起真的房子 过去买 买很便宜 现在值这么高 那这些讯息 他是独一无二的 几年几月什么事 我就例如说 国会山庄那次 被攻击那次 美国年200年来 第一次国会山庄被攻过去耶 那天川普发了什么推特 所以呢 对这些名人来说 这些NFT 可以让他们更有钱了 连这个一则推特都可以卖钱喔 现在这个虚拟世界不得了 不过呢 回过头来看喔 这个我们刚特别提到了 这个公投也攸关台湾的经济前景啦 这个还是问一下这个局限啦 你怎么看喔 这个国民党现在呢 这个主推了这个四大公投之后呢 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基层的意见呢 跟朱立伦这个意见呢 其实是天差地缘啦 甚至认为说 这个朱立伦呢 这个党中央现在还在拢溜溜 跟你建议你以毒不回 然后现在里面的人呢 要上去这个辩论了 你说他是下四啦 你怎么看国民党 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喔 从一开始 远近的这个杂志呢 可能四项公投 如果当时的话全部过关 到现在民进党的这个观测声量 远远的这个超越蓝音 中间的关键你怎么看 这个核四喔 现在三党六个立委去现场看 对 你看 我们就看民进党好了 因为国民党跟民进党的立委 大概差不多了 很明确了 林总党两个立委去看了 嚇一跳 嚇死 蔡比鲁说那不容易 跟郭文说那很危险 那实际上 核四喔 他当时做那个发电机 他医药机有做好 有试运转 就没有过 为什么 因为他零件不足 所以他从二号机拆了 一千七百七十七个零件过来倒 那时候不是骂核四拼窗车吗 就这样来 对 后来他试运转喔 没有过 那现在做这个发电机的这个厂商呢 倒 倒啊 倒闭了 倒闭了 啊你要重启 好 第一个就我的发电机都不能用 好 那我们当时有买一些那个燃料棒 都送回去美国 那最近有公布一个断层通过核四 而且就在那正下方 不是通过核四附近 就中就直接在核四厂下面通过 对 通过的是核四的那个契机电厂 契机厂 那这个报告没有人挑战喔 没有人挑战这个地质算账的报告 现在的核四的当时设计 就是它的硬体 它的厂啊 大概只能承受0.4G啊 那如果要符合921啊 你要承受1G啊 因为它有地层嘛 旧的只有0.4 那怎么办 对 全部打掉要重建 那不可能 那怎么重建不是啦 那哪有可能啊 那李德伟他说 井然有序 其他女立委喔 那么娇小 专来算去都是很危险 李德伟那么胖 那么大一只 他说很简然有序 我不知道 他是怎么去看 真的 还是有看没有当 他看不到亲娃 而且睁眼说瞎话 我是不知道 那国民党现在有没有乱斗啊 其实朱立伦的最大问题啊 就是外有可批 内有战斗人 本来就是一个弱势的党主席 所以他没有办法指挥全党一致嘛 所以就公投到底要同意反对 就看得出来嘛 就没办法指挥 那你就不要出来选啊 选了以后还摆烂 那另外赵大康讲那个话 其实基本上就是酸朱立伦 那我是觉得应该是两个互看不顺眼很久 什么下市联盟 因为这下市 上市都要是这个其实一天新午过了 大家讲一讲就好了 到现在赵大康还不犯过这个议题 但是问题是朱立伦一直换人啊 周康当然不满了 你说我是下市 到现在没给我一个交代 对不对 那我听媒体朋友也讲一个 也讲一个新闻 就是说 原本 罗志强要去睡凯道 只是一个构想 就我们到的要求 就放给媒体爆出来 害了罗志强被逼睡 不得不去睡 听说他到现在还在找是谁放这个新闻 还在找这个人 要继续被逼睡 那罗志强自己被逼睡没办法 我就逼你们来陪我睡 所以蒋花员去陪睡 很多被他点名的 就不敢不去陪他睡 太好笑了 所以刚刚好像连旺提到的 这罗志强在这一波一天大转 他现在可以号令 号令国民党三军 都会去听他的 我也问一下这个方伦 你怎么看国民党 现在内部这么乱 尤其呢 这个如果说你的这个中心思想是对的 你对这些都够了解 因为是国民党要强推的嘛 这四大公投 结果呢搞到这个一改再改 要出来讲的人也不知道是谁 然后呢这个 确定了要出来讲的人呢 一知半解 是党内自己的人这么说的 那这样的一个乱象的话 接下来国民党怎么去打这场仗 而且你说你其实蛮忧心的 因为你觉得公投最后的这个结果 会接下来影响到很多的选举吗 首先第一点 国民党只有推两个公投案 反对莱猪进口嘛 公投榜大选嘛 另外两个案 核四的 互藻礁的 分别是其他单位去民间团体去提的 所以刚刚这个女皇哥特别提到说 核四哇 这个通通都是派王世修 国民党不能去提人啊 国民党不能去影响民间团体的提案啊 我怎么知道你要派谁去 如果王世修他们那个领协小组想要去找别人 OK啊那是他们的权利啊 这不干国民党的事情 我觉得这要先讲清楚啦 来再讲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 我觉得很好我们都在讨论不同的议题 就是在讨论这个公投的内容啊 公投的细节啊 这就是我们要去论述的 所以国民党在这两个议题上 我们一定要支持 我们反对萊猪进口 我们这个要公投绑大选 这两个议题我们要站稳 而且要踩得非常非常稳 所以在其他议题上 我们当然要尊重各个意见啊 因为我们跟民进党不一样 民进党一声令下就只有说 不行你就是给我不同意 民进党说 如果我这个萊猪要过关的时候 有三个人反对 江永昌 林淑芬 刘建伟 你看看他现在什么下场 你看看他现在什么下场 没被开除啊 很棒 然后不能参与党才运作 可以了 怎么不能参与党才运作 当时是你们考机会结议党 所以今天代表说 民进党的考机会的东西不重要 OK没关系 我会觉得说 今天在这个江永昌 林淑芬跟刘建伟 这三个人 他们当时就去投下了反对票嘛 他们愿意遵从自己的内心 扛着庞大的压力 被假动了 然后还是要投下反对票 或者不投票 他们最后是不投票了 对不对 那结果是这样 那当然最后 你们可以说现在没有处理啊 他们还要去办公投说明会嘛 代表说什么 因为他们也要面对提名的压力啊 他们接下来还要选举耶 所以是接下来都不用选举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讲到说 今天公投其实是 不管是2022 或者2024的选战的一个千哨战 上个礼拜六 他就在这个西湖区民活动中心 高嘉瑜办了一场 那说明会是不是希望跟民众做沟通 是不是跟民众做互动 有支持核四的人跑去现场 想要表达诉求 因为想说院长会来嘛 副总统会来嘛 他就带了一个很可爱的北极熊的头套 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减碳啊 为这个保护北极熊嘛 对不对 希望我们台湾人对这个全球的减碳工作 负起一定的责任 不好意思 被嫁走 被秦开 不让他留在里面 那这就不是沟通了嘛 这叫做下令 我告诉你四个不同意投下去 那这个东西还叫民主吗 这东西还叫进步吗 所以今天我并不认为1218的公投 民进党用四个不同意的方式是民主的 我非常反对这样的行为 我如果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投票意愿 不同的投票想法 这才叫民主 这才叫讨论啊 如果永远用火车对待 民进党四个不同意 国民党就要四个同意冲下去 不好意思啦 我跟你讲这一点都不民主 这就是蓝绿对决啦 这就是选举啦 那就不好玩了 可是苏立文一开始也说 这个四个同意一定要过啊 四个同意要过啊 我们有想法啊 可是当别人 当地方住了 或者是其他人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 就去沟通啊 就去讨论啊 如果住在龙门电厂旁边的人 我坚决反对 OK 我觉得一定要尊重他 为什么我要逼他 可是今天的民进党就是用逼的 因为前面有三个例子告诉你 你只要立委 连跑票我就要处理你 你这些明年 通通要选议员的人 对不对 你要提名权 提名权在谁手上 在民进党中央手上 你只要想要挂我们 民主进步党的牌子 出去投票 出去选举 不好意思 你通通要听我的 那这样叫做民主吗 我是非常反对 然后再特别讲调就是说 我们在什么中央没有下令啊 地方办一千 一二一八场办不到吗 我跟你讲 我很有信心办得到 我真的很有信心 光台北市的清工会 就要认一百二十场 十二个行政区一去办十场 真的不难啦 连我自己都要办十场 那全台湾这么多人想要 不管明年要选举也好啦 像我们上个礼拜 已经办完五场了 这只在我的选区里面 就办完五场了 接下来我们还会有大规模的 到处去办 多点开花 那国民党是两场同意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去办完啊 两个同意是不是啦 所以 两场同意啊 我们当然就是去宣传反来座啊 因为我们当然希望 在反来座的议题当中 反来座的议题 当然要去讨论啊 下令一千多场 一样是下令案同意嘛 下令啊 下令一千多场 大家要去宣讲啊 要让民众知道 12月18号要去投票 我觉得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再讲回来 刚刚说什么在严宽恒也好 我觉得严宽恒在12月18号之前 他就集中火力 就只讲公投 其实对严宽恒来说 这是他的这个一个假民调 我先去看一下 那我知道我接下来 剩下大概几十天 我的选战的策略 我要怎么攻击 怎么样防守 所以我现在这边也建议严宽恒 也建议林静英 他们两位候选人 他们现在有三套策略 如果公投同意 全部大过 大面积压过不同意 他们有一套策略 如果两边投出来50 50 他们策略不同 如果全部都是不同意 那严宽恒真的要很小心了 OK 这又是你评估他后来的 选情的影响吗 那这个东豪你怎么看 这个按照 这个公股某位董事长的这个说法 其实有很不少的这个经济兰 或者是清兰的这个企业主 其实他们虽然表面上沉默 但是私底下呢 是倾向于这个四个不同意的 就你是了解的状况是怎么样 这是四个公投的议题啊 除了共同榜当学那个比较容易理解 其实很多事情对于这个社会来讲 还不够深层 并不是充分理解 那甚至会有彼此互相矛盾的倾向 那所以最后会怎么样 就是说要看 因为防守方式是民进党中央执政 要看他自己本身努力的到什么状况 不管这个结果最后是怎么样 祈求上天保佑台湾 可是上天的保佑并不够 我们要共同去面对那个选择 所以如果没有三接 又没有核电 那么台中就要很辛苦 那个结果会直接冲击中俄选区 你想想看中俄火力厂继续 中俄继续烧 中俄补选 严宽肯也好 林静怡也好 两个人怎么办 两个人怎么变 可是这两个案子里面 谁出力比较多 公投发起 连署推动是谁 好但反过来讲 如果三接保住了 核四没重启 中俄马上就有 这个减少蓝莓的空间 那那个结果 会不会帮到民进党林静怡 当然会 最关键的还是一件事情 因为竟然讲到这个中俄 如果林静怡跟严宽肯可以同台辩论 我想应该会蛮好看的 也就是说立委绝对不是在地服务 他如果能够同台辩论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这种比在 总比在讲说 你会不要穿房贷背心 要好太多了 然后连那个博士长 一定要把这个海线的治安导好 最近真的是太糟糕了 没有那么让人担心过 什么时候放球 放球在这边上面就能够 很明显 那是太糟糕了 真的 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